真理踢爆謊言 良知瓦解強權 面對荒誕日常 我們更要活在真相 如果我們對著我們的學生 都不能說真話 將真相告訴他們 我們的未來會變成怎樣呢 如今教育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全香港會守護教育界 而教育界也會守護全香港 為老師發聲 腰骨腰挺直 面對當前的政治環境 我們理智上難免悲觀 但以致仍要樂觀 你聽的是私前上後 大家好 歡迎今天收聽私前上後 今天有我樂高和阿祖 Hello 留下來的日 7月1日網絡上流傳一些相片 比較在以前的七一很多人遊行 今年的七一沒有所有遊行 就是軒尼斯道 變回車水馬龍 原本是想著特區政府可以邀功 國安法一年 在本地立法後 平靜 成功止暴制亂 市面恢復了一片平靜 但大家都知道 晚上銅鑼灣蘇谷對出 發生了一宗一名市民 使用刀刺傷國警員 然後自刺輕生了 這件事件是很傷痛的 是不應該發生的 很不幸的事 是不幸的事 相信無論是對於 對於梁建輝 又或者對於受傷的警員 其實都是一件悲劇 大家都不想這件事發生 絕對不想 我想很多人看到 無論是甚麼政治立場 也好 或者是甚麼想法 也好 只是單單看到這個新聞 想知道第一件事 一定是感覺很不開心 很悲哀的 香港為何會去到這個地步 突然間發生這種事 可能下午大家會覺得 很安靜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 正當《蘋果日報》已經停刊了 正當政府已經可以說 很多公民團體已經是相繼停運 包括行動覺醒、發政會司等等 都已經是 集區政府可以說 可以不上邀功 是的 用他的立場來說 就是覺得已經將一些不同的勢力 尤其是搞亂的勢力 都平息了 是的 即是七一遊行都沒有了 六四晚會都已經沒有了 即是香港的公民社會 已經是 那個空間已經收到很小了 然後就可以說 止暴制亂 即是所有的反中亂港的勢力 已經在這一輪的國安法也好 各種不同的檢控也好 又或者是完善各個制度也好 都已經是壓低了下來 於是7月1日那件悲劇 原本是政府可以低調處理 又或者可以學台灣、東海大學 當年鄭哲的案件 在哲雲上斬傷人 即是斬死人 東海大學 也是一家人打一個溫情牌 或者說我們一起談 大事發、小事發、無事 原本可以說大家一起共同悲傷 都可以安撫一下市民的心 但是我們看到似乎 政府似乎不是想這樣 即是喊到說是用孤狼式恐怖主義 來去描述這件事情 唉 於是乎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正當一年可以說是市民回復 平靜邀功 但原來發生一件事件 於是乎你很高調地去定性 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更加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推行了國安法一年 反而令社會更加激化 到底是否特區政府的官員辦事不力 令到安全威脅反升一級 於是乎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李家超也好 鄧炳強也好 說到一件這麼嚴重的事情 李家超在保安局局長期間 說真的 恐怖主義本身在香港沒有出現 從沒有 但就是在他做保安局局長期間 從這個詞語開始用 反映出現了 就是在他做保安局局長期間 由武到武去升官 這個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說論功行賞 應該是說一個處事有能的人 香港是一個平靜的情況下 那你保安局局長可以升上去 是的 這個情況就是在他做官期間 由武到武出現了 安全威脅越來越高 反而就是令到他 這個人事任命令到很多市民都覺得很奇怪 或是為何香港是亂了 反而做保安局局長那個是上去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尤其是當兩位 剛才李家超 就是叫做轉了位 就是升了 看看怎樣形容也好 但是當當正正準備告訴大家 穩住個勢的時候 偏偏就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 我相信沒有人想發生 剛才也有說過 但是如果政府有少許的同情心 或者同情心在面對 不要說這件事是針對什麼 起碼就算你有自己的考慮 我要去看究竟這件事是否針對警察 這些調查其實 一方面你都用Lone Wolf來講 就是我自己一個的行事 但是接著又會再說 我會不會有其他人煽動他 變相令人覺得 究竟想怎樣呢 究竟你想搞什麼事 你想將這件事變成怎樣 就是將這件事變成很嚴重的事件 然後告訴別人香港還有很亂 但是就是你們任觀期間 香港由原本平靜變得那麼亂 是想這樣描述,整件事是矛盾的 你說要打擊這些思想 就應該打擊極都沒有用 就應該坐下聊天 但是這麼久以來 其實似乎都很難坐下聊天 沒錯 楊雄雄教育局局長楊雄雄 就說在學校裏面 就絕不應該把這個刺警者 當作是議事去悼念 說學校應該說清楚 這個我都明白的 始終學校沒有可能鼓勵 老師沒有可能鼓勵 也不應該 任何人傷人 又或者任何人自殘 這件事我們相信 教師都一定是這樣說的 全香港的老師都不 我相信 全香港的老師 無論你是什麼立場 第一件事 看到這件事 都是傷感 傷感 不會有任何鼓勵鼓吹 其實盡量都希望 將這件事去提醒 已經不是自殘 即是自殺 已經死了 這件事用哀痛 其實又不是一件很差的事 去到悲痛 因為真的不想發生 沒有人想發生 而且之前說 刺傷警察 傷人這件事 我相信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 會答到你不對 一定是 但問題是 教育局同樣都說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是想逆地而處 考慮別人的處境和感受 所以我們不是單純停留在 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 說這件事是錯的 這件事是錯的 不要做 而是在過程中 當學生有悲傷 又或者社會上有人悲傷 我們理解社會的物落 如何導致這種事件 又或者逆地而處 我們代入警員也好 我當監獄被人家一刀 我都感覺到無辜的 有些對不起 落到梁建輝先生的感受 正當發現有他表達的信息 都可以代入去考慮 這一種的情緒到底是怎樣的情緒 沒錯 在絕不鼓勵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在說同理心 這件事也讓… 又或者我們不要說過世的又有受傷的 說回市民上有些市民感到哀痛 於是去現場悼念 獻法 用同理心也可以想起 為何他有這種情緒的感受 其實都很讓學生去學會如何逆地而處 當然手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股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同理心的發揮 沒錯 但是似乎看到… 我們看到無論是現在的政務司司長 現在的保安局部長 現在的警務處處長 都似乎用到一種很… 我認為沒有什麼同理心的說法 來形容這件事件 或者儘快地將他… 很快地定性他做恐怖襲擊 恐怖事件等等 將這些名字擺放出來 甚至乎市民去哀悼、獻花 都要靠下去 就是煽動、美化 調裂、美化這個死者的行為 是的 很坦白 如果你要這樣說 我們就一定拿回之前的案件出來說 不要前校矛盾 譬如七警案 那七個警察已經被定罪 是要入獄的 有犯錯 即是打傷 曾經超那件案件 那警察也沒有割蓄 一天援助給協會 籌款籌了一千萬 幫那七個被定罪的警察去籌款 你說沒有割蓄 已經被定罪 即是可以用罪犯去割 沒有跟罪犯割蓄 還要捐錢 那我說你是有同理去判 但在2019年8月 將軍澳行人隧道斬人案 男子用兩把刀斬傷了三名市民 沒有發聲 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李嘉超 沒有發聲 然後在2019年10月 內地男子用刀在大埔中 割蓄青年頸 割蓄青年肚子等等 當時保安局局長李嘉超 一句譴責都沒有 對呀 你不要前不對後語 即是我們講教小朋友 教學生也好 你告訴別人 什麼事正確 什麼事錯 要前後一致 不要做一個雙重標準 令到這件事 大家不理解 為什麼這件事 之前的事件 都是涉及暴力 你不出聲 這件事件 大家都說是一件悲劇 是哀痛 想去悼念 想去紀念 純粹是這樣的 因為是悲哀悲傷 就要說到憲花等等 這就是一個煽動的行為 沒錯 將它視之為等同認同施集者的方法 這個說不通 還有他就當有爭議也好 憲花的動作上 可能有他的想法 他的說法也好 正如你剛才說的 前面那些 正如我們剛才說的 現在這件事 在SOGO這件事 是一個悲劇 是一個大家都不想發生的事 其實也可以說 前面說 無論是七景暗 隧道 斬雙人城 這些全部都是不想發生的事 你可以說一句 大家都不想發生的事 尤其是香港 香港也起起跌跌跌了這麼多年 從回歸前到回歸後 其實也不希望有這麼大的跟雙人或暴力有關的事 很多時候 我們去教育小孩的時候 暴力解決不了問題 暴力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所有的立場 都不可以解決不了問題 一定是 就不可以說 他知道是我支持的 我就當看不到 一隻眼開一隻眼睛 這是不可以的 在教導上 無論如何 回到學校 那個同學 學生 我比較喜歡 但是他打傷人 難道我不出聲 看不到嗎 我都要譴責他 你打人不對 可能他中間有什麼原因 他要打人 就是大家四四六六坐下 拆掉他 正在外面說 有時候我們處理的很困難 有些學生可能在行背之間 感受到委屈 然後他就以暴力的方式 暴力也要先暴力 這些事件 你也要告訴他 有時候感覺到 有點難去說 但你也要說 無論你受到多少委屈 你用到暴力的方法 就是不對 但是要理解他 為什麼會受委屈 沒錯 理解成的事 背後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為什麼他最終會 兩個學生 一個學生打招 一個學生 兩個學生打招 除了欺凌 就是絕對不容忍之外 但背後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沒錯 你也要理解那件事情 單純譴責 打架就不對 然後兩個記大哥 一踢他出校 就沒有意思 你不是在搞他 之前也有這樣的新聞 說學生最後被人踢出校 最後更加沒有改善 甚至可能在社會上 再次做得更加錯 當然現在很難踢一個學生出校 當然是 二人自然 都是要教的 但教的過程 在教的過程中 我們都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學生的處境 可能他是受委屈的人 或者有其他背後的原因 當然如果他是欺凌者 一定是絕不能姑息 沒錯 而且如果背後的原因未解決 其實我用學生來再說例子 他背後原來有很多原因 原來沒有解決 老師沒有解決 只是一邊去停止他 就沒有講解 是罰他 沒有用的 最後後面的原因未解決 原來可能暴力的事件 或者一些爭拗 繼續存在 作為領導者 是不是應該要去找回背後的原因 但是看到的 例如現在 李嘉超來到 他看到這件事 他把他扔到 說在網上有新聞 煽動他的仇恨 假新聞 假資訊 然後就說 我要規管網上的消息 人家會看 究竟你是否在針對看那件事 你說是有假新聞 假消息 你是從哪裡來 從哪裡看到這件事 令到他導致這個事件 我們中間的原因 不能隨便說這個原因 正確 就可以把他和那件事連在一起 不是這樣 不是亂來的 你要說出來 你要是一個政府裏面的高官 說話 每一句說話 已經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原來你都不去表達出 我要處理這件事 背後的原因 我們要細心調查 而是可能轉過頭就說出來 給人感覺 其實可能 你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都反映了現在 很多時候 我們過去很多時候 聽政府官員的說法 就是說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變評論 但是對 稍後可能會有410信 所以現在我們不如發表意見等等 現在連這種黑制都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不會說 我們都想調查多一點 想了解一下這件事 然後再說 或者這件事件 我們都可能會用410信庭 去處理 去查明那個真相 然後再說 如何去定性 如何去 你說需要譴責到留待後 那種中立性沒有了 在政府裏面的 不收 都沒有 漠視了 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機關 可能法庭也好 或者是以前有第四拳 有很好的新聞媒體 現在蘋果部沒有了 現在剩下的新聞媒體 有部份都可以中立去判斷 但是也看到 可以為市民發聲的媒體 確實是少了 從中性來說 數字是少了 我們看到 似乎 如果你拿回 前保安局局長是葉劉 他也說單純獻犯悼念 就不是一個違法 政府應該了解一下 為何有這種情緒宣洩 他反而說得很好 深層次的原因 就不可以 一尾就用法律來對付 而且你每次用法律 即是說法律 就是傳遞法律 說犯法就是犯法 於是給人的感覺 譬如我們說警務署 作為紀律部隊是謹守法律 是要執行法律 但是執行法律不是全式法律 不是說我這條法律 我就可以這樣用 即是不可以單純去這樣做 似乎我們看到 前保安局局長 反而說了幾句 令人都覺得是 聽起來也覺得 感覺是舒服一點的 最起碼他維持自己的中立 以及維持我首先要解決的事 不是將自己的立場表露無遺 亦可以告訴別人 之前兩位上升之後 大家第一時間 武官上升了 鷹派上升了 都沒有一些實際的可以顯示到的事 現在好像已經顯示了出來 沒有了 總之我們說就是了 完全沒有了中間的 去維持整個社會的平衡動作 他們不見到有 我自己說 幸好香港有幾個學者都夠硬正 即是在節目司司長也好 保安局局長也好 警務處處長也好 沒有說到同情悼念 就等同認同這種恐怖主義 等等這種強硬的言論下 我們看到港大防止自殺 研究中心、月曉暉都說 現在案件是一段悲劇 獻花表達哀傷 不等於認同私障者的看法 陳文敏教授也說 悼念是出於同情 甚至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但是跟宣揚或認同恐怖主義的差距很大 不要上綱上線 也算是 今時今日 這兩位學者都值得尊敬 當然 這兩位學者所說的 可能純粹是按照他的專業 說回他的說話 但感覺是在這個時代一片清泉 可想而知 現在的說句令人覺得 寬諱一點的說話 似乎越來越難 令我想起近年 內地對黨農村基層幹部的整風 軟弱無力就不行 一定要夠強硬 你連放遠一點不出聲也要整頓 你不表態也不對 似乎現在香港好像走向一種這樣的情況 稍微說回令人感覺到安慰 令人感覺到寬慰的說話 舒服一點的說話 也可能是比 我希望葉紹輝和陳文敏 就不會被官員譴責 而且藉著這件事的後續 本來這件事是說了很多次的悲哀 但在後續方面 令到更加多人擔心 留在香港的時候的人 究竟要面對多少再大的壓力 當然有紙說 其實今次的事件 其中一件事就是 在整個政治大環境下 壓力令到一些人 做出一些踏上不歸的路 但是回想的時候 看到後面 無論是政府的表態 令到我留在香港的時候 我之後還要面對多大的壓力 去說一句話 不要說是教書 可能真的 無論是各行各劫 會不會不小心說錯一句話 或者做錯一個行動 就已經… 即是純粹一個情緒的表達 孫蝕 是的 都已經被人欠責 我們不想這樣 即是在學校的環境 安全的環境 即是如果有同學 又有同事不幸過世 即使他之前做過甚麼行為 都會當作為一家人 當他離世的時候 無論他曾經做過甚麼 無論他是一個 怎樣的學生 又怎樣的同事 是的 都會用一種… 即是我們都會說… 哀悼 哀悼 去表達我們的情感 即是如果有學生不開心的話 我們都會盡力去輔導他 又或者我們可以… 即是可能有時候 最常用的方法 可能是給他寫信 又或者是給他接一些紙殼 是的 即是一個表達的方法 但絕對不會 即是嚇一嚇 就在那裡罵那個已經過世的人 沒錯 絕對不會這樣做 即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 即是交通意外的車主 可能他犯了一些… 可能他喝醉 可能是 或者他超速甚麼都好 他導致了交通意外 真的有人去到當時發生的地方 進行怒濟也好 不會因為他進行怒濟 就會說他在贊同那個超速的 反而這件事是… 他要完 你是要讓人參加愛悲 甚至要用回這件事來講 可能在那個地方 在操作局上 可能有個小孩走過 就看到這件事發生 那小孩怎樣 他難道告訴你 聽過我很開心嗎 難道告訴我 我沒事 我更害怕 他表達不開心 他怎樣表達不開心呢 但是现在好像表达不开心,都变成是质债 我们看到官员拿着一个母亲带着五岁女去献花的照片 就在这里说这个家长冷血的,这个社会冷血的 喂,哀悼而已,用不需要减减? 也不是认同那种行为 这种只好是一个情绪的宣洩,正如学者所说 我们看到如果每次用到这样,又或者真的要定性做到 献花,又或者哀悼,又或者去纪念等等,都是等同煽动的 于是,未来的香港情况就像内地的天安门母亲那样 当自己的儿子过世,要悼念的时候,都不能随意拜祭 天安门母亲有时候,都是被官员严密的看官之下 一个一个不接受访问的情况之下,他都没有哀悼 你在香港那里,有市民献花,就由得他 死者二二,希望家属也好,又或者感到伤痛的市民也好 内心最终是得到安慰和平静 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每次用到这种表达方法 一味强压,其实这件事不是一个正在处理的事情 就算你不认错,即使你自己没有做错过也好,任何事都没有错过也好 也不应该用这种表达方法 让人们感觉到,如果可以用另一个模式 真是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在接近两年多的事情里面 让市民看到政府的一种,他也有一个温暖 他也去了解或者感受到市民的感受 其实这个是,我想任何一个作为从政的人应该要表达 我想叶柳就是其中一个,我相信他表达得很好 总是很多人都对他的,至少这一次他说的笑话是令人认同 他也不会觉得叶柳淑仪,你不支持政府 你去煽动仇恨,不会的 其实正正反而他可以表达出,其实作为一个从政的人 或者作为一个人,看到这件悲哀的事情应该要怎样做 而当其他人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其实这个反而他做得很好 我们更加忧虑的是,李家超说到这件事件 因为在家里找到一些,可能是苹果日报的旧报纸 或者是在家里看到一些康物等等 轻易地,我直接用轻率地,归纳因的关系 这就更加令人觉得忧虑,哪是这么容易 没有一件事是单一的 就是说他受到那些不同的媒体煽动 然后就立即接着说要规管假新闻,假资讯 于是乎这个问题又来了,李家超上任之前还要说 说媒体,艺术,戏剧要慎防他们软升心透 似乎那个宣战不是单单指向新闻媒体那麽简单 更加指向的是艺术团体,戏剧团体,电影等等 甚至文艺界都成为了他的宣战对象 于是乎令到更加有一个忧虑,往后做新闻的 是不是找到一些与官方媒体发放的讯息 是不一致的,就当是假新闻 那不是的,我们一直都知道很多时 新闻记者所找到的东西 正正就是要找到里面,不是官方说的东西 不是官方说的东西,就是当是真相 但现在似乎说要规管假新闻,假资讯 于是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担心 那会不会将来有些新闻,尤其是新闻传播媒体 发现一些东西和官方的说法不同 会不会被人当是假新闻,假资讯 就当是煽动这些天覆国家政府呢 甚至有些可能隔一重,他可能看到这些新闻 或者这些节目,我真的觉得他说有道理 但当原来跟政府的立场不同的时候 就会说,你也是有份做煽动 已经说到一个地步就是share一些新闻 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只不过都是share,我觉得我认同他说的 可能已经是有人开始担忧 我这样share,是不是代表我触动到红线呢? 触动到我会被人觉得我是煽动仇恨呢? 煽动着别人去做些不恰当的事 而那些新闻究竟里面的事是真正的? 有没有一些正确的证据或者怎样去支持? 已经不重要了 原来那个立场主要跟政府不同 可能就已经构成了这件事 甚至在说,到底背后,或者倒一转 支持政府的,之前也有提过 官媒或者可能跟政府近一点的 一些立场的媒体 反而倒一转,他说的那些是没有证据的 可能是错的,可能是假的 那又怎样呢? 是否反而倒一转,我分享这些有没有事呢? 就是令人开始越来越对我们在香港 去说些什么,写些什么是越来越担忧的 正当一年之前,在国安法立之前 还可以拍胸口说香港继续有基本法 所保障的各行自由 但似乎在今时今日,林郑也承认了美丽新香港 在美丽新香港的情况下 到底无论是做新闻传媒的人 一个公共空间会发言的人 就像我们那样 未来正如李家超所说的 要慎防艺术,戏剧软性滲透 可能将来听音乐的《Resistance》 《Uprising》、《MKUltra》 或者《RadioHack》的《2加2等5等5等》 你都说我们软性滲透了 对,没错 结果未来在美丽新香港的情况下 到底还有多大的空间 可以容许人自由去说话 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法律机关的严正执法 又或者被民间组织的公审和批斗 似乎令人的忧虑也越来越惊 不过说到这里,好像很负面 尤其是一件事本身都悲伤 看到整个香港好像没有未来 倒回来,我又正面一点去看 其实经历了两年多一个很不一样的香港 香港人在不同的岗位上 都尝试去继续保护 或者保存着 无论是保存着香港一路的历史 或者曾经有过的事情 又或者尝试在他自己的 无论是做娱乐 或者可能是做政治新闻、记者 在他们的岗位上 好,你现在不让我走这条路 我就在另一条路上尝试去 我们看到留下来的人在香港 很多香港人仍然在不同的岗位 将香港人的价值观努力去传承 没错 今后可能少了媒体 可能是要孤独一点 但我相信很多同行的人 其实勇敢地密密耕运 没错,我昨天看过100毛的比赛 其中一个很想借着这里和大家说 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撑 有什么事情和路人身边的 和价值观的继续撑 撑完怎样呢?再撑 在这个时间 撑到累了,就是林日熙的见治饮水 没错 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 去令到身边的同一个价值的人 不要放弃 不要把自己说没有了 这件事没有了 不要这么想 香港是家里的 我总相信 不是去到一个地步 真的没有了 当然知道有些人 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对香港前景不乐观 可能最后选择离开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是大家都继续相信 如果这个价值观是对的 我们继续支持 继续互相 大家同路人的 大家继续去撑 总相信一个对的价值观 会继续长留 去保留 我相信香港人只要继续有同理心 又或者有不同的 对价值观的坚持 没错 扩善固执 我相信最后一定是我们会遇到 我们所希望所见到的理想社会 希望见到的结果 最后就用Sea All Star的 留下来的人一句歌词 留下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 即使废时一点 即使快乐不轻易 最后仍可遇见作结 今集是我们最后最后一集 多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的支持 多谢各位 拜拜